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叫知足 常言说知足者常乐 什么叫知足呢 就是满足于现在得到的 其实我就是离特知足的人 打小我爸就这么教育我 知足常乐 什么时候都得满足 我跟大家分享一老段子 其实这也是真事 就我28岁那年 在家翻历史书 忽然看到这么一条 康熙皇上 康熙皇上八岁登基 和康熙皇上在我这28岁这年 已经当皇上当20年了 一下我就不淡定 我就不知足了 但是知足常乐 我又往前翻了两篇 我知足了 因为什么 康熙他爸我顺志 在我这个岁数 已经死了四年了 对 真是知足常乐 这个包括我小的时候 我父亲也这么教育我 你看那时候小时候 家里条件都不是特别好 我爸给我买了一个玩具 什么的孙悟空 我喜欢天天玩 自己玩的时候挺高兴的 过几天又看见 我们那同学赵旭 人有一玩具手枪 能打子弹 这一对比我不知足了 我爸说宝贝你得知足啊 你这孙悟空 孙悟空有进骨棒啊 要长就长 要短就短 立断就能打着他 比那个呛厉害 哎一下知足了 过几天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看那鱼丹啊 人有那游戏机 那这儿那游戏机 我不知道哪位还有印象啊 叫52合1 一张卡带能玩50多个游戏 哎呦看这我实在不知足了 我说爸人家鱼丹那游戏机 能玩50多个游戏 我爸乐了 哎呀50多个游戏 我妈你这孙悟空 会启示二变了 今天聊这知足的话题 就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知足常乐 今天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啊 人家我觉得 不光他自己知足 他的这个生活经历 可能是很多我们的女性朋友 向往和要知足的生活 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谢兰老师 有请 好 欢迎谢兰老师 欢迎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谢兰老师 欢迎欢迎欢迎 你好 老师 你好 我刚才听到你的一番表白 确实是 我敢肯定 这一定是一趟 特别特别快乐的节目 您这个开头的评价 我也特知足 前些日子啊 看了谢兰老师的一部剧 8090 我发现您在这个剧当中的 这个造型特别的洒 和您以往塑造的 这些角色的形象 反差挺大的 这个造型是导演为您设计的吗 其实也是一种巧合吧 那段时间我正好是短发 你看到的时候 你头发已经长了 短的时候就特别短 跟男孩的寸头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种 很好的一种尝试 所以说就是不谋而合 我们都知道 女孩子应该是比较熟悉 如果说这个头发更短的话 对于颜值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应该吧 那停停 你看你留这么一长发 你是不是对你这个形象 还有点更高的追求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有一天 我能像您 你驾驭得了吗 我驾驭不了 我真的驾驭不了 所以我说这个短发 其实对于颜值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我没到那程度 其实还好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 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试 那我知足了 我知足了 是吧 您能这么肯定我 我已经很知足了 谢谢您 宪蓝老师 听听就行 千万别信 我就知道他在补一刀 你真试完了下期全英会 就俩男主持了 说到锡兰老师 其实作为我来说 我印象最深的 我想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们 可能对这个角色影响非常深 就是大宅门里这个香秀 当时让我演的是白嘉丽 前提是我还没有跟导演见过面 有一个副导演告诉我说 还有一个角色 你可以去争取 杨九红如何如何的 然后我也没看过剧本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角色一定很好 然后我就去见导演了 郭宝昌导演 然后聊完了之后 他就告诉我 那个白嘉丽你就不要演了 你就演 李香秀 看到剧本我真的是有点懵 确实是没接过这样的剧本 很难演 我不会演了 我站站进进地给导演说 我说导演 我这个戏我演不了 我还是演白嘉丽吧 我说我 太难了 不知道怎么演 导演说你要有信心 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演 我就觉得你可以 你好好看剧本 然后我真的是很感谢导演 给了我这样的一个信心 这样的一个能力 在开机的第一天 就是拍那个黄包车那场戏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雷老师在前面 在后面跑着 我在那个黄包车里 摇着那个扇子 就特别想知道导演 对我演这个李香秀 这个角色的 就是是不是认可呀 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呀 这个我特别跑过去 见导演的时候 导演见我 他去干别的事去了 我真的是希望郭导 多跟我聊聊 都没有 他就让您自己发挥